49. 頭條日報 冒險樂園如期未交給遭薩償 2015年7月11日港民 批26領會物業有限公司入品高等法院民事向冒險樂園提出薩償 領會指 有依將軍澳厚德商場要進行翻新工程 去年12月已通知冒險樂園必須在今年6月30日前遷出 但至今仍未交給 要求對方賠償開支 日品訟指 租約是前年2月簽訂為期3年至2016年 但根據雙方簽訂的合約調問 領會可在6個月前要求終止合約